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吸足了养分之后 他必须要走出来 才能够为活在今天的自己 打造一片艺术的新天地 那画人物方面 尤其画一些宫笔古代的侍女 你很有那种任波年的那种风骨在里面 也是你很喜欢那个画家 包括在上述道层落连 那么画写意的时候 你也比较喜欢学习一些 比方说你像黄斌红大师 李克燃 包括张大仙大师 对你也影响很大 那么在这种学习和揣摩过程当中 既要诗成老师 又要慢慢消化吸收之后 又要抛掉他们的 形成自己的面目 这方面你有哪些经验跟我们分享一下 有时候传统会走不出来就是会被埋没 所以有的人就认为说走的传统就是走不出来 以至于才会造成现在很多说现代水墨 但是李克燃先生就讲了说用最大的力量打进去 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 因为他这个本来确实是不容易的事情 有时候可能几十年就被埋没掉 渐渐地看到的影子有些古人的 只能是变成你的养分 变成你的师承 但是呢还是你的精神在 这时候风格就出来了 就像你刚才那一副就是娇业美人那个 就是很明显就是笔法是古代的 情感是现代的 所以这种就是结合得很好 对 所以我有时候好像说你遇到一个比较美的构想 或者看到一个什么情境 你能够有时候随手你带一个小笔记本啊什么 就稍微记录一下都是你的题材 可是你呢用的颜色比方像我们那副四瓶的荷花 有点青绿的 那种青绿的荷叶 那种红艳艳的荷叶 荷花 你就大胆用色 而且双钩 描金的 是 这个用色这个事情 其实在中国人的用色它是一个精神层次的用色 就是说它这个颜色是你心里的颜色 就是你的心里精神的颜色 而不是说今天这个颜色要跟这个自然的景物很契合 所以它就可以用青用绿 那其实我讲的这个绿是实绿的绿 它这个绿跟我们一般的绿色 那个绿色其实是不太一样 可是因为它这是心灵主导 它就是用了这个中国的矿路原料来填这个色 甚至再讲一个比较夸张 就是说墨可以代替各种颜色 墨代替任何一个颜色 本来它是黑的 如果以西洋人的观点就是说 这个黑的它不是色 但是中国人就是说墨它就是象征各种颜色 而且很崇尚墨色 所以它这个是一个心灵层次的东西 所以我用色就是说主张以纯粹的中国化原料来填色 然后当然你还是要牙 颜色本身没有问题 填色的人有问题 你如果这步骤不对 颜色本身是没有罪恶 不分牙和俗 对对 你填色的人把它有俗了就很难看 对这就是眼睛的问题色感 人们说陈友谋的绘画有两大特色 第一是用笔简洁 严简易足 第二个是构图奇巧 舒畅自然 那么在创作当中 陈友谋既失传古人 同时又笔墨传情 那么他画中的古艺精情 也就呼之欲出了 更早的时候 就是说很怕画现代人 应该说现代人不晓得怎么画 可能当时的功力 或者笔墨各方面 就是各种条件不够 所以只能画画那种 穿着长袍马褂的古人 画什么太白醉酒 画个钟馗 这些体材 接近四十岁 然后出外时间久了 对自己的家乡有一种 一种怀乡的情节 这些点点滴滴 而且我是农家子弟 我就对这些环境 这些人物呢 渐渐地就觉得说 要怎么去表现他们 那时候开始尝试 就是画 我现在跟他讲成 就是说所谓的农村人物 这是我讲的一个名词 乡村的题材 乡村的题材 农村的题材 慢慢画 就是以我累积的一些表现手法 来表现 画他们用的笨鸡 锄头 或者一些农具 还有他这个 有拉梨田 梨田的 或者说他那个这个 龙芒 是耕作的一种一些情境 感觉效果不错 也能表达出来 那反观以前就是说 好像一画的这个古人 就是留了胡子 当时想说画一个没有长胡子 不晓得怎么样 没有线条了 不会画了 现在就都可以表现 陈永慕追求传统书画的异趣 他的作品 《不默古雅》 异趣无穷 在风云幻变的时代里面 陈永慕似乎依然流连在 中国传统书画的天地里面 依然陶醉在古代事女 楼盘的眼神中 他时时留意身边女性的一贫一笑 从静态中他捕捉高雅 捕捉古耳 也捕捉书卷器 并且将它们体现在作品中 《摩登寺女》我通常就是画的比较半功半血 就是把水墨跟这个功笔稍微融合在一起 你是以现代的你的朋友或者所见的一些人来做题材 不过我想要把握的就是你刚才提的那个关键 就是说你这个画要有古意 这个古意怎么讲呢 是不是这样就有点矛盾 其实这个古意的意思不是说画了这个图又要像古人的 但不是这个意思 古意不是说非常是古代的人物 古代的题材 不是这样的意思 而是有那种古代表达的意境 意境 古意是一种情境 一个比较高古的一种意境 发人优势的这种情境 这样才不会落于这种书 所以就是说你画一个美女也好 你要抓住这个我们讲比较白话的一个气质 这个气质要出来 这样一定就OK 就是这个一个画的气质好 人的气质也好 其实都靠画家本身的气质来襯托他们 所以归根到底 无论说画现代的女性 无论她穿得多么的时尚 可是这女性骨子里有一种书卷气 有一种让人觉得一种很好的一种情怀 人魂情怀 这就有一种古意在里面 对 这个就像我们欣赏一个人一样 其实不要说是一张画 你就欣赏一个人也是一样 你看到她那个眼神透露出来 你就觉得这个女人有深度 就是一样的意思 你不必跟她讲话 有时候是这样子 所以创作一个视频化也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这一回你拿来展览的有两副 一个就是一个女性穿着个斗篷的 是 是一个非常优雅 另外一个就做了那个芭蕉树霞 在那种午后小气那种感觉 对 午后小气 也非常的relax 非常的羞耻 而且是非常的那种 很松弛的那种状态 对对对 我就是说有时候这个东西 就是刚好有那个机缘 跟朋友这个可能有一个聚会 那讲话讲话讲话 我看着对方 他也不知道我在怎么看他 看着看着我就拿起指来 他边讲话就会勾一个 有一种灵感 勾一个草稿 对对对对 有感觉了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自从著名书画金石家 吴平先生学习船客 他以各种材料 好像瘦山石 象牙 牛角 涂器等等船客的印章 反映出他对中国文化深刻的理解 和不谐的追求 和不谐的追求 在印章里面去摸索 渐渐地就找到自己的路 从明清史就流派印章 所以吸引比较大 一个西点八家的 西点八家是钻科史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几个钻科家 从中摸索 慢慢慢慢摆脱 齐白石的那种风格 慢慢慢慢建立自己的一些 一些好像一个风格吧 这样子 然后一直到现在这样子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画家陈永摩的许多作品当中 都有许多非常细致精巧的 小凯提字 他告诉我 为了练好这首小凯 他确实下了很大的功夫 若我们再仔细欣赏一下 他提字中的小凯 的确是一笔一画 非常耐看 而且我还留意到 他许多以瓜果花卉 为主题的作品 当中有琵琶 佛手瓜 木槿和菊花 将画家淡薄心轻 宁静自然的个性 悦然至上 今天非常感谢 著名画家陈永摩先生 接受我的专访 最后在诗书画印 各个领域 都有自己独特风格的艺术家 相信在今后的日子里 会画出很多更加有思想 更加感动人的作品 下个礼拜同样时间 听下企业家的故事 也听下企业家的故事 也听下企业家的故事 记得收睇 见证业家 见证业家